大家好,我是烟草经销商小七 烟酒在当前的社会上非常受欢迎 而且市场需求量一直非常大 所以才会吸引了不少的投资者开烟酒店 而中国品牌战略学会执行会长 这商酒行上海总部总经理梁青山指出 选址对于烟酒店而言至关重要 夸张的讲,若烟酒店选址成功 经营者完全可以坐在店里等着生意上门 观点一,餐馆周边是黄金的商圈 发现基本上有餐馆的地方就有烟酒店 而且生意都尚可 但是其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竞争激烈 毕竟这个思路很多人都知晓 观点二,居民人数不少于5000人的成熟社区 也适合开店 对于一些出入行的投资者而言 选择在成熟社区附近开店也是不错的选择 首先社区的房租要比餐饮商圈便宜 其次成熟社区周边也有一些餐饮企业 人们要是外出就餐需要购买烟酒 自然也会到店里消费 但是这种开店有两条件 一是常住居民人数不能少于5000人 二是小店一般选择在出口处 因为人们外出买酒的几率远远高于人们回家买酒的几率 中高档社区附近的烟酒店成活率较高 主要和中高档社区居民年轻化 外出就餐频繁有关系 观点三 政府机关大型企业附近开店 没有人流有销量 酒储存 联手管理有限公司贾先生指出 在政府机关大型企业附近开店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虽然这些区域不像餐馆社区那样有较大的人流量 但是由于区域内的商务宴请活动比较频繁 对于烟酒需求量极大 这是一个表面冷实际热的选择区域 同时还有一个隐形的好处 利于经营者积累人脉关系 毕竟绝大多数的顾客背后都有一些商务人脉 为日后开展团购等经营打好基础 很多人说开烟酒店不容易成功 并不是自己的努力不够 而是因为选择不正确